你要去相信 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不管你现在是一个人走在异乡的街道上 始终没有找到一丝归属感 还是你在跟朋友一起吃饭 开心地笑着的时候 闪过一丝落寞 不管你现在是在图书馆里背着 怎么也看不进去的英语单词 还是你现在迷茫地看不清未来的方向 不知道要往哪走 不管你现在是在努力着去实践梦想 却没能拉近与梦想的距离 还是你已经慢慢地找不到自己的梦想了 你都要去相信 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有的时候 你的梦想太大 别人说 你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有的时候 你的梦想又太小 又有人说你胸无大致 有的时候 你对死党说 这将来要去环游世界的梦想 却还来它的不屑一顾 于是 你再也不提自己的梦想 有的时候 你忽然说起将来要开个小店的愿望 却发现 你讲述的那个人 并没有听到你在说什么 不过又能怎么样呢 未来始终是自己的 梦想始终是自己的 没有人会来帮你实现它 也许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需要朋友的一句鼓励 一句安慰 却也得不到 但是相信我 世界上还有很多人 只是想要和你说说话 因为我们都一样 一样的被人说成固执 一样的在追逐他们眼里根本不在意的东西 所以 又有什么关系呢 别人始终不是你 不能懂你的心情 你又何必过多去解释呢 这个世界会来阻止你 困难也会接踵而至 其实真正关键的只有自己 有没有那个倔强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 真正能够治愈自己的 只有自己 有的时候很懒 懒到去经营一份感情 懒得去走进其他人的生活 又或者有时候 昨天跟你擦肩而过的那个人 今天不经意地走进你的生命里 有的时候你很在乎的那个人 却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却把你们的回忆留下 初中里 你暗恋上的那个女生 你鼓起勇气表白 却连朋友也没做成 高中里 你又喜欢上一个女生 却不敢去告白 实际上那个女生也喜欢你 一直等你的那句话 于是你们错过了 大学里 有人来到你的生命里 你们爱得轰轰烈烈 可是后来呢 你们还是分开了 这些还是都过去了 你还是一个人 偶尔会孤单 偶尔会难受 也会想着有个人拥抱 所以你还是在等 没关系 你一定会等到的 你一定要相信 那个人也在经历了很多之后 在找你 你要做的 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 让自己最好的状态里 遇到最好的她